增加性功能 不需要啊 一哥哥打三個啊 十個呢 十個也可以啊 看長相啊 車速貨快請抓穩 過來啊老闆對你 你們要到賽幾次 安靜幾次了啦 桃園你在幹嘛 你不做事不是很餓嗎 剛剛那是老闆的愛心下午茶 剛好今天有個朋友帶了好料的來 我們大家下午茶吃 羊肉乳 下午茶有人在吃羊肉乳的喔 我們先試咖哩羊肉乳怎麼樣 羊肉乳有咖哩嗎 覺得特別我才想說 不然我們拿來吃一吃吧 我快餓死了 啊我們公司就有免洗碗筷這種東西 好 走上去 不加厚勒喔 上班就是要吃得開心 像我那一股很濃濃的咖哩味 先蓋鍋 呈受一下 呈受的喔 蓋鍋成熟 文青組的Youtuber 我們成語總是掛在嘴邊 還是專心的 嗯其實怎麼說我也算是文青好不好 不然我們講話不會這樣頭頭是道 然後三不五十串出一兩次成語 這不是八加九 我們要從現在開始翻轉 對 翻轉他們對我們的誤解 我相信大家等一下住屋就餓了 像這種冷凍的食品會好吃嗎 我好摘 可是朋友帶來的 不好吃嗎 我們也是笑笑的 他看著你看他套上哪種 這個藥玉啊 套餃的那種 喝不得餓 呃 等一下 待會就有個吃了 好 吃吧 站在這裡幹嘛 對啊 看一下你 進去找右右養下去 現在重點是要先把這個 凍豆腐散開了 啊家裡沒有其他料了喔 我們家就一堆肉耶 就是 就成就那些 那麼久了喔 那是肯定的啊 那是好的嗎 冷凍的應該還行吧 看一下日期好不好 找一下看 這樣不大型啊 這個雙就沒看到 經過我剛剛專業的判斷啊 嗯 不太建議那些肉 我只找到這個 香腸尬羊肉 鳳出心之味 啊好 配上飛魚香腸 絕對是 海鹿 莊翔 這拿去嗎 這四個人吃的 這要切嗎 那個酒精棉片 這個酒精棉片 消毒 我一隔壁菜人看有沒有搞底菜 不行 哈哈哈哈 我先看一下有沒有九層塔可以拔好不好 不行啦 不錯不錯不錯 寒羞草幼兒園的下午茶 好了 叫一下他們 各位 我們這個寒羞草幼兒園的下午茶 可以來吃了 我剛剛好像就是用剪刀 拿走 他剛剛有用那個 MMS電競貼膜裡的 酒精棉片先消毒過 你說那MMS的手機電競貼膜啊 就是那個MMS的手機電競貼膜嗎 你說每個人都有貼了 MMS的手機電競貼膜嗎 電競手機貼膜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趕快出來吃東西了啦 趕快趕快 第一碗誰要 香香的耶 不一波 不一波 買不吃羊 我帶牙筒不能吃 好大塊喔 我很愛吃羊肉耶 不是剛才買來的啊 阿華都正常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啦 那下次我就用這個 來煮一桌菜給大家吃了 咖哩味的羊肉乳怎麼樣 嗯 什麼時候上面陳美鳳的圖片要換成我們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就是 隨隨便便一煮就好吃 因為它本來就調好料啦 訪問一下假日新聞 嗨 大家好 身為孽餓關節炎患者 兼牙套打斷 你覺得 一起來怎麼樣 我還能吃 你剛剛在幹嘛 我剛剛在節目方式有聽話 那我 你餵大師來評審 怎麼都變美麥 哈哈哈 你在幹嘛 那個鋼牙咬真的還蠻奇怪的 哈哈哈 哦 我覺得這個豆腐 非常的入味 冠犯廚的真好 哈哈哈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過期的肥魚香腸 哈哈哈 嗯 這個煮的有夠難吃的 到底是發小啊 哈哈 我們再來煮第二份 哎唷 很古哦 說到結酒 我們是不是可以聯想到什麼呢 喉嚨借過 喉嚨借過 全新上市 歡迎各分宵代理一起過來參與 你不用講幾句話啊 趕快來代理哦 到時候要Key旁邊啊 哦 噢呦好滿哦 家衛 叫什麼沒有衛生紙啊 你很噁心 哈哈哈 你趕快洗手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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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這才叫做火力啦 今天晚上誰都不准走 給我吃完這鍋才能走 這白色很貴你以為 兩千塊只有二十隻而已 久了他們就會知道 只要有震動就是有吃的了 很想比較想要看烏龜 烏龜不知道有啊 我覺得沒看到它肉是可以吃的 會不會死在裡面 右邊那一顆石頭 過來吃了 好可以叫那個辦公室的出來 第二回合是不是 第二回合 對對對 我們這下午茶有兩回合 誒 是我們第二回合的下午茶來囉 我們這次是不同的口味 這次有用NS的 沒有這次沒有加香腸了 大家別擔心 我們這次是原汁原味啊 就只有羊肉爐裡面的羊肉啊 不要再亂叫人拜託 不行我幫你等大午回來 大午才是品嘗的高手 他不吃了 吃了 吃了 對 這次給你們大口大口吃肉 因為沒有其他料 謝謝老闆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還要拍我吹東西的樣子 不一樣啊 整個味道 燙燙燙要吹 而且他這樣這一個我不能吃耶 喔 因為都是羊肉 因為都是羊肉 好好吃喔 我覺得他的藥上味很重 薑黃 這就是薑黃的味道 更加性功了 不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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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的害的啊 一個該打三個啊 十個呢 十個也可以啊 看長相啊 好甜蜜吃了 因為結婚了 我們會想你們不要吃這個 呵呵呵 會變冷啊 口好像有 胃 不知道 就是嘴巴沒辦法打很開 呵呵呵呵 這樣子很難吵架吵得贏人 對 就講話說 天啊 響響響的這樣子 老闆我沒有這個困擾 我是單身的 這裡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老闆真的是很多優質的單身 你表態啦 嘴巴打開不要會痛就好啦 呵呵呵呵 沒了沒了沒了 太好了 剩下這鍋湯 等一下丟到魚汁裡給他們吃 不要再亂丟了啦 把魚汁當成一個火鍋 好奇耶 垃圾魚什麼都吃 那我們丟一些吃不完的食物 他們也會吃嗎 不會 垃圾魚你丟骨頭他不會吃 我吃飽 有 吃飽了 熱呼呼的 從裡面熱到外面 可以掃地了吧 嗯嗯 阿你不是叫你在畫東西啊 東西欸 老闆最近比較忙辣 賺多喔 哪有 你看 我忙我還不知道要拍片 韓老闆快速爐系列 第一題 成功 這個也是 火箭乳改快速爐嘛 哈哈哈 以後我們就吃遍各大超商的冷凍食物品 把辦公室的大家養得肥肥胖胖的 大家下次想看韓老闆用快速爐煮什麼下面留言 這裡要破20多萬 我就繼續煮下去 讓你們知道我的廚藝精人啊 有大家都叫我廚草 你的廚藝要加油啊 靠 那你就只是一個微波姿人 加下去啦啦的食物就好了啊 你是咧 我是把原汙料製作成真正的美食好不好 加工食品哪能算料理 他在靠X 確實廚藝不如我啊 章魚燒 隨便做都比較漂亮 就沒見過這麼不會煮菜的 而且還沒有章魚 對啊 對喔 你看 竟然這裡明天還要給章魚燒肉在這裡 小愛 請問你對於今天 韓修草藝人的下午茶滿意嗎 因為不吃洋蔬也不知道怎麼辦 好 我們會請韓班主任下次改進 吃軟不吃硬的宜心 請問今天吃得開心嗎 我覺得還OK 但是我覺得第二鍋的洋蔬有點硬 我現在有一點困難 那請問戴牙套跟因為關節炎在吃 病的肉類有沒有什麼訣竅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吃軟的 我問到他想要Q 你問他想要Q 今天吃得怎麼樣 我也不吃洋 你身上都是洋蔬的味道 對啊 不是 老闆煮洋肉乳 然後我們辦公室總共是六個人 裡面就有三個人不吃洋 什麼意思啊 所以我們請韓班主任下次的下午茶 改變一下 對 然後不要再把冰箱的東西加進去了 丟了 走啦 我有點霧露賊船的感覺 跟老闆說 太辛苦了提出下午茶 吃的人總要幫忙散後一下 他叫我整理個選擇 開始 下次不要讓他指了啦 你那個什麼東西啊 欸 這不像我 真材實要 要到碼 到碼頭 還是要到魚池 不行啊 欸 你這個人很擔心惡意啊 他說不應該要到碼頭 他在碼頭